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台电报导 台电9月17号与法务部调查局 签署资安联防合作备忘录 是第一个与调查局签力的国营事业 之后调查局将提供事前资安勤资 以及监视人员支援 加速资安事件的处理速度 全台稳定供电再添保障 9月17号台电与调查局 签署资安联防合作备忘录 将资安防护提高到国家安全等级 而台电也是第一个与调查局签力的国营事业 未来调查局将提供事前资安勤资 及监视人员支援 加速台电资安事件处理的速度 那不同多元的电力来源 最主要的电力传输或者是控制系统 当然就必须要借助我们的网络 借助我们的电脑 借助我们的智慧电网等等 不同的配套措施 那这里面当然就会牵涉到 资讯通讯等等的这些科技的运用 所以资通安全绝对是未来电力供应 能够稳定一个重要的基石 台电在台北与高雄同步设有 世界首创的双主控电力调度中心 进行同步调度且相互备源 同时搭配资讯管理系统 365天每分每秒监看重要电力资讯 因此国家资通安全管理法 将台电的调度处 资讯处通信处 以及三个核电厂共六个单位 列为国家最高资安责任A等级 台电公司的资讯安全 会影响到全台的供电 进而影响到整体经济的发展 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的 资安联房合作备忘录的签订 能够强化我们调查局 跟台电公司双方的合作 这次签署的资安联房备忘录 双方将建立起绵密资安防护网 台电可以依调查局提供的 事前勤资 从源头阻断骸客攻击 而调查局也可依台电提供的 骸客攻击资讯 建立起更强大的资料库 二举骸客攻击其他关键基础社区 台电公司台北报导 这里是台电影音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